蔡信直播主開直播 衝突口角 全程放鬆 衝突地點就在大馬路旁 吵到警察都來了 原來無信女子也是直播主 她不滿日前蔡信直播主 跑到她的直播間留言罵人 雙方相約土城談判 不料蔡男的粉絲又在留言處 罵無信直播主 情方到場後 雙方互不提告 但證明蔡信直播主 不是第一次上新聞 上個月九號 台南雪甲一間飲料店前 女粉絲不滿 蔡信直播主在直播時亂說話 起的現場又是打人 又是砸椅子 人警到場了解 蔡男疑似於直播平台上 錄罵無女 至無女不滿 故雙方約至上述地點談判 過程中雙方發聲口角 無女友人及計程車司機上前勸架 雙方皆無動手 且未受傷 一個月內兩度因為直播中說的話 引發兩名女子不滿 相約談判或從口出 三營宣這場哨掌新北報道